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容易吃亏 二 事业线淡薄 我们都知道手上有几条线分别代表我们的事业 生命还有婚姻的运势 对于事业线淡薄的人来说就是劳碌命的首相 因为这命主虽然拥有合适自己的事业 但是却很难通过事业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就 这类首相的人往往在工作过程中会相当艰辛 必须经过十分刻苦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成功 事业运势不稳定 如果想要确保事业无忧的话 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行 属于劳碌命 三 材质线太短 我是很难专注于思考 一些当地的考虑很少 一些当地的考虑因为太过深思熟虑 做内心拿西瓜扔芝麻的东西很容易 这项工作在最初几年将开始变得粗糙 但整体势头将能够这样做 在情感上桃花很受欢迎 但要注意运气不好 并与一心共存是非常好的 四 手指弯弯拒绝 手指弯弯拒绝也会是劳碌命的象征 这样的手指常年埋头苦干 不过一有财运会降临在自己头上 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改善生活质量和现状 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要头脑灵活善于看清局势 所谓时事造英雄 那要看哪种英雄 英雄好不好当 人就是要在大形式下看清自己 五 手指上存在竖纹 大部分人的手指上都是横纹 尤其是每一个指节关节位置上的横纹 更是十分明显 这也使得出现明显竖纹的手指比较少见 如果手指上存在竖纹的话 一般都会比较忙碌 尤其是在去大拇指之外的其他四根手指 都有着竖纹存在的话 便是相绝中常说的劳碌手 其人一生都需要为了生活而不断打拼 六 手掌干受 俗话说 手大抓草 手小抓饱 手掌圆阵的人才是有福之命 但是手掌干受这种特征的手下 从相书上来看 他们对工作十分的重视 工作中若是有一点没有做好都会睡不着觉 属于操心的命 但是这类手下的人事业运势整体来说不是很差 但是财运并不是很出色 因为手掌胡落是无财的象征 所以也是劳碌力 其手掌平平且薄 手掌薄肉少 摊开手掌中心很平 这样的手下说明这个人生平中没有财运 没有遇到横财 也没有发意外制裁的机具 在工作上 胜任不了公司里比较重大的任务 财运就这样被挡住了 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仔 每个月的微博收出 勉强支撑自己的生计 一生存款比自己的脸还干净 到了晚年的时候 还要自己出去干活 才能够安享晚年 总之这辈子茫茫碌碌 碌碌无为发不了财 八 断掌 断掌的手下 一般就是感情线穿过了智慧线 然后一个人的手下 那么就是属于 到了事业上的发展都会很好起来的 而对于如果是智慧线的话 那么在事业上都是可以 有着很好的一个发展起来 在事业上的发展都会是不错的 而如果是断掌 那么就是一个不具备了中断的 甚至就是可以说 都是不需要很长的起来 甚至就是一个更加容易会有着很多坎坎的命运 而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不好的 九 无名指的漏痕 无名指出现了一个不轨 出现了一个微微的漏痕 而且如果是一个不轨 都是一个很漏气的话 那么在方面里 甚至就是直接有着一个很负面的起来 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的话 那么如果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话 那么更加容易会有着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 而且在这方面的一个起伏的 是手指骨感无肉 在手相上面看的话 一个人的手指有肉 修长 手掌丰满是非常好的手相 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很好的财运的 但是手指若是长得很骨感 而且没有什么肉的 一般都是财运非常差的人 这种人人生都会为了赚钱生活 而忙碌不停 就是他们付出很多的劳力 但是能够赚取的钱 也是足够维持基本生活而已 所以不管是什么联营段 都会在忙碌 一生忙碌 11.手相没有财运线 财运线顾名思义 就是关系着我们的财运财富 金钱的纹路 此纹路与一个人的富贵相关 金钱运势也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 有清晰而深长的财运线 说明他们本人的财富运势很好 财运横通 可以求财胜利 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 没有一条财运线 并且财运线非常的模糊 凌乱的话 说明他们的财运不佳 命中无财 只能够劳务一生了 12.拥有反抗手闻 手相中 反抗线位于感情线下方 拥有这种手闻的人 天生逆反心理较强 不喜欢被约束 也不愿意听从他人的意见 叫别自我 喜欢自由 拥有此手相者 人缘很不好 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 在婚姻中 也是不懂得包容 这样性格的人 对事业和婚姻方面来说 都是不利的 如有两条反抗线 会更加一事无常 13.生命线浅淡 手相中 生命线若是延伸至手弯线上 但是不够深 非常浅薄的话 看上去感觉随时会断练一样 则表示 命手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 总是在忙忙碌碌 很少有清闲的时刻 属于劳碌命 但是这类手相的人 生活比较稳定 不会有大波动 14.三条婚姻线 拥有三条结婚线 无意是心底仁慈 亲于坦荡的人 一旦到了婚姻和爱情方面 则就会以多情的姿态 成如今异性的面前 如此就很难从一而终 往往随意 踏上再婚之路 多次婚姻容易造成负债累累 生活不稳定 贫穷找上门 15.生命现长 但不够深刻 从手向角度进行分析 一个人如果是生命现长 但不够深刻的 说明了他们的生活不是很好 生活中是很容易 就会感到很累的 生活节奏是很快的 总是需要不停的忙 一旦脱懒 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不能闲下来 16.手指有缝隙 这样的人性格轻高 不太重视钱财 即使遇到赚钱的机会 如果不合自己的心意 或者是有违自己的原则 也不会去做 此外 其人花钱较为大手 不懂得如何理财 因此时常两袖清风 给了一种很贫穷的印象 注定发不了大财 但是如果 如指外的其余八指 充满了许多纵直的线纹 又有劳碌手之称 为了温饱 必须终日打拼 但如果大拇指的第二指节 出现多条 纵横交错的机财吻 表示一生的辛苦 终会有代价的 机财吻越多 累积的财富也越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